谁能想到男人驾驶喷气式战机失去方向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架二战时期的轰炸机 而且他还摆动着机身 示意男人跟着他飞行 见到这种情况 男人又燃起了活着的希望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竟是一架消失多年的幽灵轰炸机 一小时前马克驾驶战机准备回家过圣诞节 战机刚离开跑道没多久 机场的灯光竟然瞬间全部熄灭 不过马克并未注意到 他快速加大飞机的推力 将飞机拉升至万米高空 飞行一小时后 并未出现异常情况 就当马克以为可以按时赶回家过圣诞节时 突然出现几道闪光 仪表瞬间开始乱转起来 于是他用手敲击了几下 结果还是一样 他立刻打开操作手册 按上面的步骤操作了一遍 仪表依然还是没反应 情况紧急他马上呼叫塔台 请求无线电辅助导航 可连续呼叫了多次之后 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万米高空之上飞机失去了方向 而且现在飞机正处在大海上空 燃油也所剩不多 就在他不断尝试各种操作 希望有人听到他的呼叫时 转头就发现天空中飘起了大雾 这让原本失去航向的他 更加找不到方向了 如果飞机继续这样飞下去 他将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希望 于是他立即将飞机的航速降下来 然后以螺旋下降的方式 将飞机下降到万米之下的高度 这样至少能有效地节省一部分燃油 可即便如此 如果他依然得不到塔台的帮助的话 就算小编来了也就不了他 时间又过去了20分钟后 他再也受不了了 心态开始崩溃 绝望 焦虑 痛苦 无助 各种情绪开始涌现出来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突然看到右前方竟然出现了一架轰炸机 而且轰炸机还摇摆着机翼向他打招呼 看到这种情况 他知道自己有救了 接着轰炸机飞行员通过与他沟通了解 才知道他迷失了方向 而且燃油也只剩三格了 需要马上降落 很快驾驶员让马克跟着他 带他去最近的机场 飞机开始慢慢改变航向 在驾驶员不断地指引下 他们很快就进入到一处机场的上空 没过多久马克就成功落地 而那名轰炸机飞行员在马克即将进入跑道时 却调转方向快速飞走了 马克走出驾驶舱后 就看到一辆车正停在这里 他表示自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这是来带他去餐厅的 到达餐厅后 马克看到前方的墙上竟然写着几十人的名字和年龄 而且这些人都是一个飞行大队的 工作人员表示这里曾是一处军用机场 飞行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 与马克差不多大 二战爆发后 轰炸任务一个接一个 即使这些人都快精神崩溃 但还是都去执行了任务 最后大部分人都没有返回到这里 突然马克被一张照片吸引住了 凑近一看竟然和刚刚引导他降落的飞行员十分相像 他立马询问工作人员这是谁 工作人员表示他叫约翰 曾是意大利探路者中队的 驾驶的是文士轰炸机 也是这里曾经的王牌飞行员 但他有个习惯 每次执行完任务返回后 他都会独自驾驶战机再次起飞 去北海上空寻找受损的战机 然后指引他们返回基地 因为那里经常会起大物 导致一些出现故障的战机失去航向 听到这些 马克说他今晚就是被约翰指引到的这里 可工作人员却说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约翰在1943年的圣诞夜 驾驶轰炸机出航后 不久他和飞机就坠毁在北海 刚好是14年前的今晚 这让马克有点疑惑 难道是自己出现幻觉吗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有轰炸机的声音 他立马冲了出来朝着上空看去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转头就发现前方正有车辆向他驶来 下来的是军方的人 他们说在雷达上看到马克飞行一半后就消失了 没想到他会降落到这里 马克说他是被人指引降落到这里 而且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帮他打开了跑道灯 这让两名士兵不可思议 他表示这里早在二战结束后就荒废多年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 马克回头看向刚刚豪华的餐厅 现在已经却变得破旧不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马克临死之前的幻想 也有人认为这是第三人称效 各位观众觉得呢